大家好,我是Ros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非常温柔有女人味 很适合春天的慵懒干燥玫瑰花的妆容 在影片开始之前,我已经上好简单的底妆了 我先使用Makeup Forever的保湿格力霜做打底 接着使用我最爱的粉底液 也就是Georgia Armani的设计师定型紧致粉底液 以及Jivanshi的新代魅力四菌幻彩蜜粉做定妆 接着我使用植村秀的50刀眉笔 使用比我的发色还要再浅一点的颜色 描绘一个自然的眉型 在上眼影之前,我会先使用Urban Decay的Eyeshadow Primer Potion 作为眼影打底 那后续的眼妆更显色持久 接着使用我最爱的眼影盘Torlite & Blue 我们里面的这个雾面粉肤色 暈染在整个上眼皮的范围 然后再换一支扁皮刷用同样的粉肤色 上在下眼皮前段的二分之一处 接着使用这个雾面红棕色 比较大范围的暈染在眼尾及眼头的地方 然后使用鱼粉暈染在眼褶内的范围 然后使用一个比较细小的铅笔刷 沾取同样这个红棕色 暈染在下眼线眼尾二分之一处 接下来使用这一格酒红色调的雾面深棕色 来加深眼妆的立体度 让我的眼睛看起来不再像是严重过敏之外 还被人揍了两圈一样 将深色小范围的暈染在眼尾及眼头的地方 然后不要忘了戴到下眼线眼尾二分之一处 那因为目前眼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红色调的烟熏妆 所以我这边使用urban decay make it free 眼影盘里面的 这一格带眉红色调的珠光粉红色 把它上在上脸皮的中央 来提升整个眼妆的玫瑰色感 接着使用同样这盘里面的珠光浅粉色 打亮在卧残的位置 这样眼影就完成啦 我习惯在画眼线之前先夹睫毛 这样子睫毛夹才不会浑染到已经画好的眼线 那我夹睫毛的方式就是像这样 从睫毛根部先夹起 然后再慢慢的将睫毛夹一边夹一边往下移 其实使用咖啡色眼线胶笔来描绘一个比较柔和的眼线 那这款VC的眼线胶笔非常的柔顺好画 它的颜色是一个比较浅的暖雕咖啡色 刚好跟这个眼妆非常的搭 画的时候尽量贴着睫毛根部描绘 那因为今天要画的是一个比较慵懒一点的眼妆 所以我在眼尾衍生出去的部分 会画的比较下垂一点 那因为我今天想追求一个比较精致的妆效 所以我就不刷上睫毛了 直接使用而掉这一副很自然的假睫毛 那贴上去之后我会稍微往上顶一下 让假睫毛看起来比较翘一点 OK那目前看起来这个透明灯非常的明显 那我接下来使用眼线一笔把它遮掉 那因为我们今天画的眼型是咖啡色的 所以我这边使用的是这款Maybelline的咖啡色眼线一笔 算在假睫毛梗的位置 眼头跟眼尾也不要忘记带到 眼尾的部分我一样也是会画一个稍微衍生出去的下垂眼线 那一个慵懒感觉的眼妆千万不要忽视下睫毛带来的影响 我这边使用Kiss Me的咖啡色睫毛膏 来打造一个又垂又长的无辜感下睫毛 不过因为我的下睫毛除了很短小之外 它们还很不争气的往上涨 所以我这边会刷上两层 来达到我想要的妆效 那么眼妆就完成啦 oh yeah 接下来我只会上修容而不会再上打亮 是因为我想让整个妆容维持在一种微物的感觉 而不要有过多的光泽 我使用Benefit的马其朵蜜粉盒 我直接使用里面所附的刷子 将修容上在颧骨下方 以及下额的地方 然后再使用一个蓬松的眼影刷来上鼻液 将多余的粉拍掉 这样上起来才会看起来比较自然不突兀 最后多余的粉我会带到下巴上方 接着我使用NARS亮彩膏的这一款 有点类似梅子红的颜色 我先用手沾取之后 然后再轻轻的拍在脸上 那因为这款的显色度跟光泽感都不高 所以可以营造出一个比较低调自然又不强细的红润感 提下来我要使用MAC的超物感唇 用Bird Spice这个颜色 那我之前也有在我的Vlog介绍过 用这款唇优化一个土色唇的妆容 所以如果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就欢迎参考影片下方的连结 那因为我不想要有太重的灰土料的色感 所以我会将多余的唇彩先把它刮掉 然后纸上在下唇的部分 再把唇膏敏开以及用手去把它稍微上的均匀一点 让唇妆有一个乌乌的底色就好了 那因为接下来我还要使用Absolute New York的这款紫红色的雾面唇膏 来提升唇妆的玫瑰色调 我用唇刷去沾取 这样才可以更精准的画在我想要的范围 我这边从嘴唇中央向外暈染 就是用一个渐层咬唇妆的感觉去模仿玫瑰花瓣的印象 那因为紫红色的唇膏现在已经暈染的比较均匀了 所以我这边还会再多沾取一点唇膏 直上在嘴唇的中央 让整个间层感看起来更明显 这样就完成今天的妆容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才不会错过未来的新分享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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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